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些自卑 也比较内向 所以只能偷偷暗恋着他 都不敢对男友表白 但是没想到会收到他写给我的情书 我高兴坏了 和男友偷偷在一起了 那时候班里很多女孩子都羡慕我 说男友学习成绩好 长得帅气 那时候学校禁止恋爱 但是我每次看到男友一个眼神能让我高兴很久 我学习成绩一般 男友帮我补课也没啥用 我没考上大学 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男友却如愿以偿 考上了好学校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向他提出分手 男友却说不管怎样都会跟我在一起的 男友家庭条件很差 属于贫困户 爸妈身体不好 考重地为生 一年也挣不下几个钱 家里还有个弟弟 反正学费都是借的 然而 我家里条件不错 属于小康家庭 爸妈都是工人 想要的东西 爸妈都会买给我 从小我的衣服鞋子都是名牌 我考不上大学 爸妈说在家待着吧 但是我想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顺便给男友减轻下负担 我去了一家小公司做文员 每个月三千块 然后给男友寄过去一千块 剩下的我自己都花了 男友非常感激 还说毕业后就娶我 我租了一套房子 男友经常来找我 我们跟小夫妻一样买菜做饭 他走的时候我顺便把手头的零花钱都给他 我在上班的时候认识了刘娟 他成了我的好闺蜜 反正我们俩也不是竞争关系 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长得漂亮 家庭条件又好 在这边上班也就是图个清闲 我男友来的次数多了 也认识了他 虽然他比男友大三岁 但是他们聊得挺好的 我那时候傻傻的 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男友终于毕业了 他说要等工作稳定后娶我 结果对我越来越冷淡 有时候我发信息都要好久才回 后来他对我的信息一直不回 默认分手了 我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我才听到朋友说 才知道男友跟我闺蜜刘娟好上了 他们马上要举行婚礼了 我吓得站不稳 等到他们结婚那天 我给送去两份礼物 我对台下的人说 这个新郎是我前男友 我要送他两份礼物 第一 他大学四年 总共花了我五万块钱 这是转账记录 第二 我给他打过孩子 现在身体一直不好 这是必超单子 加上我的青春损失费 给十万就行 多了我也不要 不给 我今天就不走了 全场哗然 我闺蜜气得说不出话来 前男友让我放过他 我笑着说 不可能 就这样我毁了他的婚礼 出了一口气 但是我内心真的很难受 虽然报复了他 但心里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或许就是因为不满 他才离开我这样做的吧 反正一切都过去了 从分手的那一刻 我也认清了前男友的为人 从高中到现在 一直对我都是有利可图 我消沉了一段时间后 遇到了现任男友 他长得很帅 对我很好 没多少时间 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甜蜜 过去就过去吧 珍惜现在才是最好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一起看一下